十二主题查经系列 新旧两约第四单元 圣经的内容 全本圣经的主题 新旧约圣经呢 都是以神为所谓的 所以旧约的首章首节 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 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句话的主词就是神 新约的首章首节 在马太福音一章一节 中文翻译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但是在原文的顺序呢 是耶稣基督 他是大卫的子孙 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记他的家谱 所以排名的顺序 就是耶稣基督摆在第一位 所以可见新旧约的圣经 都是以神为所谓的 全本圣经呢 以主耶稣为中心 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就是在旧约的 耶稣还没有降世以前 他就称他为道 道呢 就是神 到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又说 道成那若生住在我们中间 所以主耶稣道成若生来到世间 这就是进入到新约 所以不认识旧约跟新约 都是以主耶稣为中心 全本圣经共有六十六卷 那么以赛亚这件书呢 也编了六十六章 可以说是圣经的缩影 一到三十九章呢 讲的是神的公义 就好像旧约的三十九卷的主题一样 那么四十到六十六呢 这二十七章呢 讲的是神的慈爱 也如新约二十九卷的二十七卷的主题一样 那另外呢在旧约还有一卷 先知书叫米加书 他只有七章 也可以算是圣经另外一种缩影 因为米加书的一到三章呢 讲的是神的责备 跟旧约的主题相符 四到七章呢 讲的是神的安慰 就像新约的主题一样 再来看新约圣经的精华 我们都知道 新约常常用三个字 来涵盖它的内容 就是信 忘 爱 那我们倒过来 我们先从爱 再从忘 再从信 来解释是新约圣经的精华 都记载在约翰福音 首先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 它的主题呢 就是彼此相爱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主题 讲的是爱 其实呢 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主题 就是主必再来 讲的就是忘 十四章第三节说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 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的主题 就是主必再来 就是忘 接着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主题呢 就包含了一个字就是信 不过呢可以分为三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生命的连接 这个信呢只要是跟圣父有关 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说 我是真葡萄树 这个我就是耶稣 我父是栽培的人 反属我不结果子的 他 他就是圣父 就解去 反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所以 这就是生命的连接的信 是有关于圣父 其实呢是提到圣灵的内住 这个信呢就跟圣灵有关 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 这个他就是圣灵 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再来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主题呢 是合而为一 那这个信呢 就是跟圣子有关 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说 我在他们里面 你 这个你就是天父圣父 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叫世人知道你拆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主题 和而为一的信 以圣子有关 再来看新约圣经有一个缩影 就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 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一段的经文 就是也提到了爱 提到了信 提到了望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这个他们的原文并没有 我们中文的翻译的时候把它加进去的 我们可以从中文的 英文的译本看得出来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 并没有提到他们 但是透过英文呢 我们可以知道 原文的动词是过去式的 所以英文用loved and gave 大家看信的部分呢 叫一切信他的 其实我们中文只翻译成信他的 原文里面呢 不只信 还有一个信入的意思 我们可以从英文的翻译看得出来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有一个in 我们中文并没有翻出来 因为有了in才会有关系 而且原文的动词 就像英文所表示的believes 是用现在式 再来看 哇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那么原文的动词呢 是用未来式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呢 如果我们光光的从中文的翻译啊 比较没有办法看出他原文的意思 透过英文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动词的实态 特别是叫一些信他的 我们中文呢 没有把信翻成信入 这样的话呢 意思上就不是很清楚 所以英文说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这句话 就是新约圣经的一个说音 好 我们再把这句话呢 加以进一步的诠释 神 他就是最大的爱者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神不是有爱 神本身就是爱 再来看 爱是最大的程度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受罪人的时候呢 就为我们死 那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这个爱呢 是最大的程度 超乎我们原先的想像 世人就是一个最大的团体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神的爱要广达世人 是最大的团体 他的独生子 这是一个最大的礼物 道成大若生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护独生子的荣光 我们知道独生子呢 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舍不得的 但是神竟使了他的独生子 这就是最大的礼物 赐给就是一个最大的行动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叫一些信的人 就最大的单纯 只要你信 反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他 这个他就是指耶稣基督 就是最大的人格 他来到世上做人 看神的羔羊 处去世人罪孽的 不致灭亡 这是最大的应许 现在我们去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 要免去神的愤怒 凡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别 人只要猜浅死者 把一切叫人跌倒的 和作恶的 要丢在火炉里 那就是永死 那时一人 在他们父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这就是永生 所以永生跟永死 这就是最大的差别 得 就是最大的确据 耶稣说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最后呢 是永生 就是最大的财产 唯有神的恩赐 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乃是永生 永生 就是永远 与神同在的一世 我们来看 金中之最的例子 最长的一章 就是诗篇119 它是一个字母的诗 总共分为八段 每一段呢 还有22节 所以它总共有176节 最短的一章 就是诗篇117 只有两节 万国啊 你们 多当赞美耶和华 万民啊 你们多当颂赞他 因为他向我们大师慈爱 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这句话 就是Hallelujah的意思 最短的一节呢 是在约翰福音11章35节 耶稣哭了 Jesus waved 原文呢 也只有两个字 最高的书 就是以佛所书 因为这里呢 提到耶稣坐在高天之上 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教会呢 坐在高天之上 他又叫我们 以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基督的爱 长阔高深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 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 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这只是以佛所书 另外所谓的最深的书呢 就是哥林多后书 因为里面是内心深处 他说基督的信 用灵写在信徒的心板上 也提到了与欲的深奥 字句叫人死 今亦叫人活 他的范围也深远 要顾念所不见的 顾念永远的 他要我们要对主深信 行事为人凭信心 不凭眼见 最常见的有三个动词 就是给 两千一百六十二次 其实是爱 有三百一十四次 第三个就是信 有两百七十二次 不曾出现了一个 我们觉得是常用的字 就是桥 遇见水呢 就往里走 所以以色列人呢 下红海走干地 以色列人呢 也走过了约旦河 到了新约呢 遇见水呢 他们就上船去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 要渡到那边去 唯一提到呢 以中国有关的一个字 就是秦这个字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二节 说 这些从远方来 这些从北方 从西方来 这些从秦 秦原文是用cini 这个in 来 所以有解经家认为 这个cini 信 可能跟我们的中国有点关系 好 以上呢 是我们对这个单元的分享 就到此结束